首次上稿 14.09分更新时间 15.23分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外界瞩目的川新会举行在即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 10.18.35分抵达新加坡巴耶利克空军基地 之后会入住香格里拉饭店 预计名 11.天与李显龙会面 另据新加坡媒体海峡时报报道 金正恩搭乘的中国国航航班 在今天下午2点35分抵达新加坡张仪机场 海峡时报报道 北韩共有三架飞机在今天早上分别在不同时间 从平壤飞往新加坡 其中一架被认为载有金正恩 第一架北韩货机已在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 第二架为金正恩搭乘的中国国航客机 第三架则预定会在下午抵达新加坡 路透报道 随行的美国官员包括国务卿庞皮欧 Mike Pompeo 白宫国安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白宫幕僚长凯利 John Kelly 以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Sarah Sanders 另外据韩媒韩联社今天上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私人飞机苍鹰一号今上午9点半从平壤起飞 飞往新加坡 若依目前的飞行速度 预定今晚7点至8点多抵达新加坡张仪机场 但今天有架中国国航CA122航班由北京飞往平壤后 再从平壤起飞 并在接近北京时改飞往新加坡 也预计今晚抵达 导致出现了北韩向中国租借飞机的可能性 宝导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法 指出金正恩乘坐哪架飞机不得而知 只能依据行程 判断出金正恩很可能乘坐苍鹰一号或CA122其中之一